你看,这很简单。 好吧,让我们一起来。 一、二、三。 重金属乐队坦卡德已经成立了三十多年。 在乐队由三位童年级学生在1982年与法兰克福成立。 在其首次演出中,乐队成员一边演奏一边唱饮奶瓶里的啤酒而一炮走红。 此后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风格,成为了酒精金属的新流派。 我们在1983年举行了自己的首场演唱会。 这是在学校音乐节上。 84年,我们出版了首张作品《小样》,叫做《重金属先锋》。 85年第二张专辑则是《酒精金属》。 实际上这是一个戏虐的叫法,因为那时候出现了如此多的重金属流派。 比如说速度、黑色金属等等。 音乐节里有很多娘炮,有时候或许可以问他们,打扮得比自己的女人还好看,难道不累吗? 也是因此,我们决定针对这种现象创造出新的重金属流派,也就是酒精重金属。 而且当时我们也非常喜欢喝啤酒。 86年的时候,我们与一个录音棚签署了合同。 当然,中学的音乐节是禁止啤酒的,而且83年的时候,我们大概只有15、16岁的年纪。 于是,我们将啤酒灌到了空牛奶瓶里,并喝了下去。 我是在70年代末,80年代初兴起的英式重金属风潮中长大的。 我看到这种类型音乐的出现,以及发展。 现在重金属只是200多种不同音乐中的一种。 不过还好,它依然有市场。 但是当然,看到这种音乐风格的诞生,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事情。 我最喜欢的专辑当然是首章。 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第一章,也是因为它是唯一一章让我对创作过程记忆犹新的作品。 我们最新的专辑叫做《喝啤酒的休闲》。 这里当然又有啤酒这个词。 正如我刚才所提及的,我们玩的是特别的酒精重金属。 在《化学入侵》和《宿醉》专辑之后,80年代末,我们的作品都保持有啤酒的印记。 我们需要这种音乐存在于血液之中。 如果你身上没有重金属的特性,如果你不喜欢这种音乐的话,那么你就不会有好的作品。 就需要去感受这类音乐的精髓。 重金属是相当有侵略性的音乐,但是粉丝们都很有善。 音乐会上没有暴力,只是大家听着音乐,然后一起嗨而已。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。 接着让我们来谈一下动作方面,您是否能够教我一下甩头的动作该怎么做,以便我能够牢牢地记住。 你看,这很简单。 好吧,让我们一起来,一、二、三。 2016年剩余的时间里,你们乐队什么打算呢? 明年年初,我们应该会开始制作新的专辑。 接下来到2017年,是我们唐卡德乐队成立35周年的时期。 为了庆贺这样的大日子,没有新专辑是不行的。 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,接受我们的采访。 谢谢您和我一起喝啤酒。 太棒了,干杯。 。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。